10月15日 美国洛杉矶湖南商会在洛杉矶圣盖博士成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组组长王学正 乔务领事白东石 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乔务办公室副主任吴亦彪等 一行六人的文化代表团到场祝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荣誉会长程远 美国南加州江西同乡会会长邓贵凤 以及来自洛杉矶当地的侨领及各界代表 美国洛杉矶湖南商会会长段成金 名义会长陈科智 常务副会长杨若惠 赵鹏 以及湖南商会成员参加了当天的成立大会 美国洛杉矶湖南商会 由洛杉矶湖南同乡会 三千湖南籍华人华侨 和46个乡级企业筹办成立 根据中国新的经济理念和一带一路 以及互联网的思路 商会将为美国和湖南的工商企业之间 搭起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经济文化协作的平台 也是雕塞着我们湖南人 相仁相德相魂 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 也是希望我们湖南在美国的这个企业 我们的商人 融入到美国的这个主流里面去 把我们的影响力 把我们的拟据力发扬光大 美国洛杉矶商会应用而生 恰逢其时 我们希望湖南商会成立以后 能够秉持商会宗旨 抓住历史机遇 找准自身定位 为中美之间的合作 为湖南地方和加州的合作 搭建一个平台 发挥积极作用 以实际行动 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支持家乡的建设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